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909集 哼 不管你们身份天赋再高 也是我万宝楼的弟子 如今你们偷盗藏宝阁的东西 却还在这里撒野 谁给你们的胆子 那霸道的身影落下 是一个体型魁梧之人 仅仅是站在那里 便有一种可怕的气息扑面而来 浑身萦绕着可怕的杀气 楚夫老主 竟然惊怒了楚夫老主 看样子事情闹大喽 众人纷纷恭敬行礼 脸上露出了亥然之色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万宝楼的副楼主之一的 楚子深 楚副楼主 楚副楼主 楚子深一来到场上 天南五帝便带着众人纷纷行礼 神色恭敬 嗖嗖嗖嗖嗖 与此同时一道道可怕的破空声响了起来 是万宝楼的诸多强者 看到这里的场景 纷纷吃了一惊 同时临向楚子深行礼 而后震惊地看着王启明四人 到底发生了什么 楚副楼主居然和王启明他们发生了冲突 纷纷打听之下 这才知晓 原来啊 王启明他们竟然偷盗了藏宝阁的天龙羽 可是 这怎么可能呢 王启明四人虽然脾气乖利 不善交集 但是 在万宝楼的口碑是有目共睹的 这些年来 一心闭关苦修从不惹事 今天居然会藏在藏宝阁中偷东西 这实在是让人震惊和意外啊 不过 如今人证物证俱灾 却是令人无力反驳的 你们几个 还有什么话要说 楚子深冷冷地看着王启明四人 表面上是在询问 实际上却已经定死了四个人的罪 只不过是一个例行询问而已 王启明四人都没说话 他们已经看出来了 他们这一次是遭到了暗算了 对方上来之后 直接就是针对他们 根本就没给他们辩解的机会 因此 他们不管怎么辩解 恐怕都改变不了事实 要知道 他们四人的师尊 那都是万宝楼赫赫有名的供奉 顶级强者 楚子深 虽然是万宝楼父楼主 但是正常情况下 哪怕是真的他们偷了天龙玉 也不可能不闻不问 就直接定罪的 可事实上呢 楚子深上来之后 直接动手 帮助天南五帝将他们镇压 中间根本就没调查过一次事情的真相 甚至连做个样子都没有 这里面没有问题那才有鬼了 你们不辩解 那本副楼主就当你们承认了 来人 将他们四个人都我带走 直接压下去 楚子深冷笑地说着 心中倒颇有些意外 他本以为王启明他们还会挣扎一番 因此 想了很多借口 没想到一个都没用上 且慢 一道惊慌的声音响起 紧接着 康思同急急忙忙地来到了现场 看到受伤的王启明四人之后 脸色顿时变了 他急忙拦住了万宝楼的人员 然后急忙说道 楚子深复楼主 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他刚刚接到了王启明四人 偷到天龙玉的消息 吓得魂都没了 第一时间赶了过来 要替王启明他们辩解 毕竟 王启明四人 是从北天狱带过来的 也因为王启明四人 他也和玄冰武帝等几个大供奉 打好了关系 因此 成为了万宝楼的核心长了 自然不能让王启明他们出事 这只是在公事方面 私人方面 当初他可是答应过秦臣 绝对不让王启明他们在万宝楼出事 误会 能有什么误会啊 康思同 你虽然是万宝楼的核心长老 但应该知道 偷到藏宝阁的宝物 那是什么罪 快快让开 初子深直接不耐烦地对着康思同说道 根本就不理会他的请求 笑 这件事就是他安排的 他会不知道王启明他们冤不冤枉 自己就是要陷害他们 这 处父老主 这 康思同还想说什么 却被处子深瞬间打断 愣了 康思同 看在你为万宝楼服这么多年的份上 我且饶你打不敬之罪 可若你还敢废话 本楼主怕是要连你一块处拿了 康大人 别求这家伙了 此事与我等无关 根本就是此人陷害的 你怎么求他都没用 毕天一看得透着 冷冷说道 暴死 闭嘴 毕天一话音刚落 顿时旁边的护卫猛地将他按倒了下去 死死地摁在地上 这 处父老主啊 王启明他们毕竟是诸位供奉大人们的弟子 这件事是不是应该通知几位供奉大人在座定夺呀 康思同见到这一幕 顿时脸色铁青地说道 通知什么 皇子犯罚因与庶民同罪 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几位供奉的弟子就能挖开一面了吗 楚子深 根本就不介意康思同 带着王启明等人就要离去 康思同顿时焦急地看向了四周 可周围的其他长老们却根本没有插手的打算 此事分明就是楚子深和几位供奉之间的冲突 而且楚子深有理在先 他们若是开口 难免会污了楚子深 再加上 玄冰武帝他们身为供奉 却很少和万保罗高层交流 自然没人会为王启明他们出头 康思同焦急万分 他们虽然已经将这里的事情第一时间传讯给了玄冰武帝等人 但是玄冰武帝他们并不在万保罗总部 等他们赶过来 王启明四人已经不知道该怎么样了 楚夫老主 你不能带他们走 最终 康思同一摇牙 竖得来到了楚子深的面前 拦住了 楚子深冷笑一声 也不废话 目光一寒之间直接出手 将康思同瞬间轰飞出去 康思同虽然突破了九天武帝 但是他的天赋也就这样了 普普通通 恐怕连王启明啊 也未必打得过 又岂会是楚子深这样的巨拨武帝的对手 他身体狂震 吐血倒肺 身上的骨头都断了两根 眼看就要摔倒在地 突然间嗡的一声 天地间骤然变得冰冷起来 一道雪白的身影 树的出现在了他的身后 拖住了他 而后 天地间竟然开始飘起了雪花来 白雪哀哀 天地间的温度一瞬间降了数十度 犹如到了寒冬腊月 玄冥五帝 众人失声 看着那拖住康思同的俊朗中年人 纷纷呆着 来人正是玄冰五帝 万宝楼供奉冷无双的师父 师尊 而冷无双看到了玄冰五帝的瞬间 也连声大喊出声 脸上露出了激动之色 玄冰五帝大人 你怎么 康思同自己都有些发露 愕然地看着将自己拖住的玄冰五帝 有些反应不过来 他刚才第一时间通知了玄冰五帝 但玄冰五帝的行攻距离这里相差了十万八千里 哪怕是以玄冰五帝的实力 第一时间赶来 恐怕也要数天时间才对 这也是康思同一开始担心 王启明他们偏要阻拦的原因所在 数天的时间 谁会知道发生什么 让楚子深带走之后 等玄冰五帝到来 恐怕几人在哪儿都不知道了 可起了 玄冰五帝竟然这么快就赶来了 震惊之后 康思同心中确实不由大喜 联盟攻身行李道 玄冰五帝大人 你来得实在是太好了 快救救老吴霜他们呢 他一行李 顿时牵动身上的伤势 呲牙咧嘴得疼痛不已 你先去疗伤吧 玄冰五帝对着康思同说了一句 眼眸中流露出来了一丝心声 拍了拍他的肩膀 康思同顿时觉得身上的伤势也不那么疼了 急忙退到了一边 冷无霜这才转头 看向了被摁在地上的地天衣 冷无霜几人 眼眸中爆射出了一丝寒意 滚 他懒得废话 直接冷喝 眼眸之中像是要爆发出了两股寒冰风暴一般 呼的一声 风暴掠过 那些摁住冷无霜四人的万宝楼护卫们 只觉得通体冰寒 血液都仿佛要被冻僵了 急忙撒手 退了开 可这是 楚子深回下的一名核心长老动了 说得出手 嗡了一下 可怕的真元爆炸 一瞬间 拦住了寒冰五帝的寒意气息 冷冷的 善冰五帝大人 这死人偷盗藏宝阁的天龙宇 如今乃是鸡鸭的药饭 你过来之后不问青红早白就要救下他们 我分了吧 你身为我万宝楼的供方 就要以我万宝楼利益为先 岂能如此罔顾私情啊 让开 面对此人的质问 玄冰五帝只是冷和 目光根本就无视此人 只是冷冷地看着楚子深 还声道 楚子深 让你的人让开 不让 就休怪本帝不客气了 你 你太放肆了 那五帝愤怒 气得浑身发动 好歹他也是万宝楼核心长老之一 中期巅峰的五帝啊 可宣兵五帝却完全无视他 令他如何不能 只觉得身体内热血滚动 要爆开了一半 一旁的楚子深也是脸色铁青 这宣兵五帝太放肆了 上来之后直接动手 竟然视他于无物 太过分了吧 同时 他心中也是郁闷 按道 这宣兵五帝怎么这么快就出现了 看样子先前的计划 应该没那么顺利 有些麻烦了呀 众目睽睽之下 楚子深自然不会退让 愣了他 玄冰五帝 你挥下弟子在藏宝阁 偷到我万宝楼跑 本座身为万宝楼的副楼主 自然有维护万宝楼利益的职责 本座知道你爱徒心切 但还请玄冰五帝能以大局为重 速速让开 若真调查出阁下弟子与此事无关 本座自然会放他离开的 玄冰五帝目光一寒 自己都开口了 楚子深居然还不放人 他也懒得废话 是他冰冷的 楚子深 我懒得和你废话 只问你一句 你放人不放人 放肆 玄冰五帝 你只是我万宝楼共放 竟然敢这么和楚子深大人说话呀你 你想违背我万宝楼的规矩吗 楚子深的一些手下按捺不住 对时冷喝说道 傻气腾腾 而楚子深在一旁却是不闻不问 可他态度已经很明显了 让他放人 他根本就不肯 很好 玄冰五帝也懒得废话 身上顿时涌现出了寒意 而后他动 轰的一声 突然一道流光 树的冲向了那祖兰的核心长老 他一掌拍出 天地间顿时涌现出了无尽的寒冰气息 无数的雪花在他手掌之中凝聚 白溪的手掌宛若是万载不化的寒冰 朝着那堪压的冷无双几人 核心长老一掌拍了过来 天地间都被无尽的雪花充斥了 寻冰五帝的手掌尚未落下 惊人的寒意便充斥了一切 道道寒冰大道规则弥漫 那核心长老只觉得身体要冻僵了 血液都停止了流动 这悬兵五帝怎么这么强啊 这核心长老心中惊恐 虽然一开始嚣张霸道的很 但是这个时候内心充满了恐惧 恨不得掉头就走 但是他知道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不能走 在顶级强者面前若是逃跑 那只会死得更快 他双手横于胸前 一面土黄色的盾牌出现了 大地气息弥漫 要将这寒冰气息阻拦在外 但是根本没有 玄冰五帝的气息太可怕了 仅片刻间而已 流转厚土气息的盾牌之上 便凝结上了一层寒霜 而那核心长老的头上 眉毛上也被寒霜覆盖 成为了一个冰人 砰的一下 这核心长老顿时被轰飞了出去 落在了地上的时候 全身上下已经被冻成了冰棍 体内的血脉和规测实力都被冷冻住了 众人大惊 无比倒些凉气 骇然地看着玄冰五帝 这也太牛叉了吧 都知道身为供奉的玄冰五帝实力强悍 但是大家不知道究竟强到什么地步 而今天终于是看到了真正的实力 能成为万宝楼核心长老的 除了康斯彤这种立了大功的 属于破格提拔 正常情况下 基本都是中期级别的五帝 很多都是中期巅峰五帝 可现在呢 在玄冰五帝的手上 竟然也不是一招之敌 这也有点太变态了吧 众人惊疑之间 玄冰五帝却诧异地看了一眼 除此身 本来他以为除此身会出手拦截 其料 最后除此身也没出手 难道是他怕了吗